各位台灣的朋友好 好久沒見了 真的好久不見 昔日玉女掌門人周慧敏 一身白色垂墜襯衫 搭上A字短裙 以超完美狀態現身台灣 還High到當場小秀歌喉 忍不住唱了幾句 就是因為周慧敏 預計在明年初 舉辦出道30週年演唱會 但別以為她會因此忌口洋嗓 人家玉女系歌手 可是有自己的一套 是我平常愛的東西 可能什麼都會蛋糕 那為什麼還可以那麼瘦 冰淇淋也會 話是這麼說 但周慧敏也沒少做運動 還曬出健身照片 就是希望能在粉絲面前 展現最佳狀態 儘管下個月就要迎接50歲生日 但和過去少女時期相比 周慧敏大大的電眼依舊很有魅力 皮膚也白皙透亮 只是多了點歲月痕跡 要以更成熟的姿態 和粉絲相見 如果真的有台灣的演唱會 我相信是非常興奮的事情 因為我人生第一場的演唱會 在93年就在台灣辦的 讓台灣歌迷聽了心癢癢 因為周慧敏自從也玩過片 等一個人咖啡之後 就很少對台灣公開表演 這回快閃台北替記者會站台 還有粉絲拿海報應援 都看得出來 動靈女神歷久不摔的魅力 記者留言和李盛泰報道 查示 znajdu